两位英国小哥以极低的价格 在拍卖网站入手一台事故版路虎缆胜激光 现场照片可以清楚看到 这台路虎左侧一子版轮毂位置发生剧烈碰撞 包括一子版 左前轮悬挂外加保险杠皮 都有明显受损痕迹 当物流交接给小哥之时 这台路虎缆胜依旧能够启动 而且还能够向前向后比直进腿 唯独不能左转 为了将这台巨无霸转移进入修车工坊 两位小哥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车辆安排到位 车辆受损位置集中在左侧 以左前轮毂为核心 对左前车门以及左前一子版造成了巨大损伤 主要的损伤部位是左侧悬挂 发动机舱干净整洁 几乎看不到任何受损痕迹 路虎缆胜搭载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能够提供200匹马力 纸面数据并不出色 结合路虎自身体重有限 再加上轴距仅为2660毫米 已经落后于相当一部分紧凑急轿车 因此实际驾驶体验可圈可点 随着镜头拉近能够清晰看到 左前悬挂半轴大幅移位 大摆臂已经断裂 从视觉效果 阳角与避震系统似乎保持完好 目前不确定能否继续使用 这台车最大的隐患 在于侧面框架是否已经受损 还有待进一步检查 但可以肯定 车门与轮毂必然要全部更换 除此之外 从各个视角观察这台路 整体车况还算相当完美 打开驾驶舱能够一眼发现 主副驾驶舱外加侧气囊全部炸裂 在主驾驶地板 小哥意外发现前任车主的眼睛 由此可见当初前车主疑似受伤 再次也祝老哥一切安好 关于车内是否存在浑环问题 外国人向来不会介意 通过检查车内残余的部件 小哥有诸多惊喜 车辆侧群镀剑 保险杠前铲 外加轮毂防盗螺丝 更令小哥欣喜若狂的是在车辆扶手箱内 意外找到路虎懒生的说明书 保养记录包括购车发票 种种单据显示这台车 虽然是2013款车型 但公里数极低 行驶里程仅有7万英里 而且保养状况良好 除了事故受损之外 没有任何瑕疵 此时的小哥沉浸在 无与伦比的幸福之中 殊不知他即将迎来自己的至暗时刻 表面上的完美掩盖着 自身最大的瑕疵 按照国际惯例 小哥在车辆到位后的第二天 迫不及待开启了拆车模式 首先要处理轮毂问题 尽管轮毂彻底报废 小哥依旧采用了更加温和的拆卸方式 他采取如此谨慎的办法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碎裂之后的轮毂更加锋利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体受伤 从轮毂受损的情况已经可以推测出 当时发生撞击时 车辆速度必然非常之快 经此一劫之后 轮毂轮胎没有继续利用的价值 拆掉汽车轮毂 左前悬挂可谓是触目惊心 从半轴到刹车盘等等 一系列部件已经全部报废 悬挂配件看似受损严重 换新成本并不算特别贵 只要车架系统没有彻底损伤 一切都能够接受 接下来小哥将迎来至暗时刻 随着胶带被撕开 车门一味且无法打开 通过观察一子版车门状态能够判断 车身框架已经受损 极有可能要进行切割修复 这就相当于原本只需两包中要解决的疾病 如今需要动用手术来治疗 看到车架受损小哥的心情彻底跌入谷底 正当车辆拆解工作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 他从德国进口的全套悬挂配件已经到达 不过在拆卸左前悬挂之后 小哥顺手将一子版与前保险杠全部拆除 一眼就能发现车门脚链变形 是导致车门一味的首要因素 小哥初步决定采取拉拽机 对车门脚链进行复位 如此严重的受损情况 采用一台便携式拉拽机 翻车的可能性瞬间飙升 作为当事人的小哥完全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的问题所在 两名小哥将路虎揽胜抬高固定 随即开始第一次尝试 毫无疑问变形的脚链纹丝不动 连续三次之后自认为大获成功 然而通过大概观察 就可以非常轻易看到其中的隐患所在 标准的拉拽修复作业 拉拽机支架里应保持完全固定状态 然而三次拉拽中支架位置 产生了明显位移 作为当事人的小哥 很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连续两次调整拉拽机压力之后 终究是以失败告终 既然机械作业未能奏效 气急败坏之下直接开始上手硬听 一番挣扎之后小哥的脑袋嗡嗡的 无奈之下他被迫寻找外援 经过两名工程师一番考证 给出了相对专业的建议 要想让这台车真正得以修复 必须交由专业工房切割板筋之后 才能最终完成 现在小哥需要将悬挂系统 包括轮毂暂时安装 使这台路虎揽胜具备移动能力 好在这台车自带一条飞拳尺寸备胎 加上之前已经购置好的悬挂配件 很快小哥就让这台路虎具备自我驱动能力 此时他接到了维修中心通知电话 从视频中的画面 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小哥的心情 这台车需要更换车门 左前车身框架 门槛 甚至还有一柱 由于换件数量太多 就连维修中心也建议尽快到二手车市场 购置相应的二手拆车件 幸运的是他很快在二手网站 看中了一套拆车件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 售价仅仅只有250英镑 包括柱 一资板股价 以及纵粮一体具备 接下来的工作就十分简单 一点点将受损部位彻底拆解 尽管是事故修复 依旧要确保车身部件本身强度 拆解工作的难度远远高出预期 光头小哥原本打算逐层次进行拆解 这样能够确保车辆本身刚性 然而这些努力终究是以失败告终 随着光头小哥电锯开动 原本只是小事故断轴 现在瞬间变成切割大事故车 在二手车泛眼中 这台路虎缆胜的价格瞬间腰斩 最终光头小哥终究还是采用最繁琐 但是最稳妥的办法 仅仅是切掉了受损表面 尽最大可能保护车辆刚性 为了确保二手车的残值 从拆解到安装 整个过程都要愈发地复杂 原本需要一整套拆车件 如今只需要最表面的一层蒙提即可 除了一字板位置的车架蒙提 小哥还要对侧裙进行同等强度的修复工作 原本以为这台车能够躲过一劫 万万没有想到 随着一柱与侧裙结合处 出现了严重的褶皱 这一位置恰好是车辆承受外力最关键的核心所在 一旦切割成功 对车辆的刚性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切割下来的部件也能看到 三角区金属键厚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此处也能得出结论 并非是四梁八柱 有过喷漆的车辆就必然是事故车 只有对承重部件有过切割的车辆 才会真正影响到车身稳定性 判定一台二手车是否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不能只看表面板金焊接很紧 还要看背面效果 无论后续焊接工艺再好 都无法保证车辆的安全性 毕竟一体成型的车身框架 与破坏之后重新修复的车架 完全不是同一水平 对于这台路虎缆胜而言 事已至此只能是尽可能将修复工作更完美一些 尽管小哥手中的路虎缆胜已经惨遭切割 但是依旧无法避免上拉拽机板金的命运 相比此前自己安装的拉拽机 这台号称十分专业的拉拽机 首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光头大叔同样被点燃怒火 专属于英国人的执拗 已经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连续五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万般无奈之下 大叔索性开始了第二次暴力切割 此次大叔要将受损部位全部进行拆解 修复工作进行到目前阶段 可以理解翻车 属于典型的反面教材 经过一番焊接打磨 车身框架貌似得到了彻底修复 在专业二手车犯看来 这台路虎缆胜已经失去了价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修复过程极度粗糙 光头大叔竟然还要为车辆受损位置 喷上一层防锈涂层 不过从防锈涂层的喷涂数量看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只能说光头大叔有点专业水平但是不多 面对车主小哥的担忧大叔信誓旦旦表示 自己一定能够完美修复 虽然内心忐忑 事已至此小哥只能选择无条件信任 经过一天的时间 大叔连续焊接好两层金属支架 最后还要加上蒙皮 修复工作就能理论上宣告结束 从视觉效果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某些位置 还是存在明显变形状态 按照正常的验收标准 车架修复至少要做到板金缝隙均匀 金属键左右对称 视觉效果没有明显异样才行 为了给自己留下调整余地 对于车门铰链等位置 大叔采用了预焊接方式 等到车门正常装配没有故障 才能够彻底焊接加固 随着车门安装到位的一刻 小哥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之前翻车导致的阴云瞬间烟消云散 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乐观情怀 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修复工作进行到此 距离所谓成功越来越近 解决掉车身框架受损的问题 小哥开始对细节展开修复 包括焊接痕迹打磨 左前悬挂转向拉杆的更换 这些工作依旧是由光头大叔负责完成 此前的修复已经是对车身刚性 造成了巨大影响 剩余的修复工作 就要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按照光头大叔的说法 一定要将这台路虎修复到 看不出事故的水平 这句话令人不禁胆寒 他的前台词便是 试固车还要在未来卖出精品价 这种想法令人极度不耻 消费者很多时候并非担心试固车 而是消费者无法接受用精品车的价格 购买一台曾经切割过的试固车 在此期间光头大叔不忘展示自己的光辉战绩 这些照片中的试固车 经过大叔的神之手之后 比新车更加富有精气神 不过看大叔针对这台路虎的修复过程 他的水平似乎不足以应付如此艰巨的工作 完成车身框架修复 剩余的工作小哥已经能够独立应付 主要是针对车门组装 加上一子板 保险杠喷漆 原本这台路虎缆胜的原厂车门 可以通过板金之后继续使用 小哥依旧选择了换新 装好车门再加上全新的左前一子板 既然他选择了买买买的解决方案 整个过程更加简单 只需要装好保险杠中网 更换全新轮毂之后 这台路虎缆胜便能重新绽放出旺盛的生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